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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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說免疫力低下的人會有什麼影響呢 班上的同學如果全班大家都感冒的時候 他一定是第一個感冒的人 免疫能力是我們一個最主要的一個防禦 一個功能 那我們就是給它冷的或火汁裡面放進去 就增加它整個免疫力 給你不一樣的廚房 魔慣廚房 大家好我是東東哥 今天魔慣廚房又要給大家生活的健康的養生的美容的 今天當然跟健康有關喔 當然看到我旁邊這麼有活力的一個美麗主持 她是我們的 大家好我是小雪 哎喲好有活力喔 你怎麼這麼有活力啊 因為我前幾天感冒生病了才剛好 生病啊 對 你有沒有聽到我聲音啞啞的 對啊 你現在肯定也在感冒吧 唉 我跟你講人家就說我了 你知道為什麼免疫力不好 說我現在 對啊 所以我們這期的主題其實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吃出免疫力 啊 免疫力哪哪能吃出來的 我們可以吃一些比如說就是可以增強免疫力的東西 來幫助我們的免疫力提升一下嘛 哦那要講到這個呢 又要往我的右手邊看一看啊 那是我們非常出名的林醫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醫師 謝謝 第一的理論姿勢和實戰經驗啊 中醫結合的治療方法是我們林醫師最擅長啊 妮可姐 我还要这么盛大地介绍你吗 那就看您咯 看你对我好了好了 面对这么知名的养生达人 我们还是要慎重地介绍他 知名的养生达人 妮可老师 欢迎大家 妮可老师 国内知名养生达人 各大养生美食节目的运用嘉宾 妮可老师推崇最天然 最健康的养生方式 捐细 人的美丽是由内而外 吃出来的哦 以微笑大哥著名的 农业养生达人 我们的吴瑞宗 吴老师 吴瑞宗老师 农业养生达人 他可是各大媒体 争相采访的农业养生专家哦 吴老师经常深入课题 寻找最天然的养生食材 他认为最天然的食材 和正确的养生方式 能给人们带来 所谓幸福的生活哦 我们今天主题就要来讲讲 免疫力这个问题哦 那什么是要免疫力不好呢 大家有没有一些例子 可以举来给大家听看 我想我们的林英豪 好 林医师先说一下吧 其实当然最主要刚刚这个主持人 也都讲了 容易感冒 对 对 然后呢 就是容易疲倦 对 然后呢 还有就是所谓的容易 就是所谓的犯困 对啊 总是打不起精神来 你看 刚好的人都知道问题 我现在就容易上课 那林可老师呢 我觉得免疫力不好 像我周边的最明显的例子 大概就是说 全班 那个班上的同学 如果全班大家都感冒的时候 他一定是第一个感冒的 那一定是免疫最常 对 那如果说全班都不感冒 全班都感冒 他都不感冒 那一定是免疫力特别强 我觉得免疫力是这样 OK 对 董老师 我要讲的 前面两个都讲的 我听自己的例子 我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 全身会骚痒 鼻子会过敏 这也是免疫力的一部分吗 对 就皮肤变差 确实还不知道 这个很痛苦喔 你知道 鼻子过敏 全身骚痒是非常非常难受 这是免疫力失去的一環 我有一阵子就是这样 就是每个人看到我都说 你怎么那样每天 你知道每天那个卫生纸 一大箱 一大横对不对 醒不完 我就一直醒不过来或什么 我上起床就开始 不断的做馄饨出来 不断的做馄饨出来 包水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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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买的特别贵 对 那这样说完 我就更有疑问了 那到底 那我觉得增强免疫力 好像是刻不容缓 是是是 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增强免疫力呢 有很多种方法吧 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方法 是怎么办 那零师还是你先讲吧 是是是 其实就是 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 还有良好的运动 还有均衡的善良 其实是我们提高 免疫能力的一个不二法 不过我觉得真的免疫力 是可以吃出来 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一个过敏体质 就是很严重的这个低免疫力 就是大家都没感冒 我就是第一个感冒 你刚才讲你自己 真的不好意思 但是以前 以前 然后大家 那个流行感冒还没开始 我已经第一个开始 然后当然就是整个身体敏感嘛 所以我觉得 但是我后来慢慢透过食物的疗法以后 慢慢自己真的免疫力就增强 对啊我觉得也是 像我吧就是一到换季的时候 格外的容易感冒 但是你说每次要吃好多好多的药 然后要去打这个钓瓶什么的 真的觉得特别痛苦 如果真的能靠吃来吃出免疫力 我觉得那也是一件比较幸福的事情 对 但是大家讲了半天 免疫力 什么究竟是免疫力啊 对 那个还是从 我们从医生的观点来 告诉我们一下 是是是 什么是